Namu Atasem Bhagavadu Arahadu Sama Sambut Dasa 大家好 老师记手一下 谁是老师的 其他的是家长 对吧 家长 都是家长 其他都是家长 那你认为好的孩子是怎样的好的孩子 好的学生是怎么样才叫做好的学生 其实呢 当我们面对生命的任何一种价值观的判断 我们讲好啊不好啊 里面一定有一个底层的基础 你了解那个底层的基础 你才能够建立起对生命的价值观 一定是这样的 那那个基础是什么 生命是什么 如果我们了解生命是什么 怎么样 然后呢 你才能够看到 你好还是不好 因为有些时候好跟不好是概念的 有些父母可能觉得我的孩子乖乖 那就是好 各种各样的 不一样的 像我的母亲 当我有一天跟妈妈辩论 我们家是辩论的 没有说谁 因为每个性格都很强 当有一天我跟我母亲辩论 并赢了我母亲 我母亲讲我的孩子很好 她没有说我不笑 她说我的孩子很好 终于妈妈等到孩子清楚以来 超越妈妈了 她是非常的高兴的 所以那个记忆非常的深刻 到现在为止我都记得那一幕 并赢了妈妈妈妈高兴 说我的孩子现在思辨能力超越妈妈了 讲赢妈妈了 道理你讲对了 其实说你 那是我妈妈认为的好的孩子 就是一代要超越一代 你看 她的好不好 概念就不一样 另一个同样的表现 如果我在另一个家庭 如果是那种父母亲很 教条式很强势的那种 你怎么 像我 同样的其实在我家 就是我爸爸就是这样子 我爸爸 我自言比你生米多之类的 那种那一类的论调 但是妈妈完全不一样 妈妈是希望我超越她的 所以好跟不好 当然妈妈跟爸爸就不一样了 看到没有 所以到底什么才叫做好 其实呢 你看啊 从我爸爸的角度来说 我说你听 你就是好 从我妈妈的角度来说 你的潜质得到发挥 你能够进步 你能够把自己发挥得更好 超越我都没关系 发挥得最好 那就是好 在我心里面 你们想我接受谁的 妈妈了 对不对 我感觉上是跟着我妈妈的价值观 我觉得我的力量开发出来 生命没有得到 没有受到压抑 而且生命是得到 它绽放了那个力量 跟着我爸爸的价值观 那就是你在做乖乖的 其实你太乖的时候呢 我爸也看不起 当我在学校啊 同学打我的时候啊 我打输了回来 丢脸了 他矛盾你知道吗 他又要孩子不输人 但是孩子又不可以比他强 其实心里很矛盾 矛盾 但是我母亲 因为他 他已经私心没有了 当你没有私心的时候 你是完全可以站在 孩子的角度来想 如果我是他 我有这样的个性 你不可能是他 对不对 所以你讲如果我是他 其实他本来就是不可能实现 但是你可以想 如果我有他这样的个性 有加这样的倾向 有加这样的喜爱 我会想要一个怎么样的成长 我告诉你 也许他自己讲不出 但只要他发现到 他的潜质 得到开发的时候 他就知道那是好 就像以前没有iPhone出现之前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怎样才是一个好的手机 一直到Steve Jobs 弄出一个iPhone出来 这是一个例子 所以当他给我们发现到 这样子更好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说 这个才是最好的 点点点点点 我要做到 就可以达到我要的东西 用最少的点击 就走入你要的指令 那是最好的效率 这是Steve Jobs的原理 所以一样的 如果你让那个孩子 发现到磨练过后 他更有信心 更有勇气 面对这个世界 走出去的时候 有一种天然的 一种力量的时候 我告诉你 他要感谢父母亲给的磨练 他要感谢 开始的时候 每个人都喜欢轻松 享受愉快 懒惰 就打电子游戏最开心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让他发现到 他突破他自己的 弱点过后的那种力量 生命的力量的时候 他会感谢给他磨练的人 当时他可能埋怨 所以有些时候 什么才是好 顺着他的心好吗 同样的 从我家族里面 我也有另外一个发现 我那一家呢 我们马西亚 我们提升的 学业 把自己的力量 开发出来的 那我的亲戚 那另一家 也是我们那个家族 成家的 我的伯母 他是 你们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孩子不要逼 你要读书读书 不读书 不读书 总之我养你 你大了 不能不是做些出工 他是认孩子自由 他觉得自由最好 结果长大过后 我的堂哥 当他要contract 看不出 看不懂那个文件 他不想一辈子打工 他想去标工 因为他已经做那么久 精通了 反正这些contract 东西他都很熟练 为什么他不标工呢 标工自己做一个小老板 但是他不会看文件 很艰苦 一直到后来 找到一个女朋友 会英文 马来文都很比较行的 才懂得去 去申请做 那个Dendor 之类的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 他其实有埋怨 他的父母亲 他就很羡慕 我们这家 你看 那个孙孙 他教出来的孩子 每个都有学问 然后呢 我们这家 每个 后来有一些堂姐 就是那一家的 自己很努力的 因为去做保险 我很努力的去学英文 学一些语文 长大后 发现了 没有学问才艰苦 所以什么才做得好 你送他好呢 让他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当然也是好 还是开发的潜质才是好 但怎样 如果你认为 开发的潜质好 要怎样开发 有些父母开发 孩子的潜质是根据 我想 我想钢琴好 你叫懂钢琴 是这样 但是有些父母 是不一样的 有些父母呢 他是会观察 根据孩子的潜质 像我母亲 真的我母亲 是个很棒的母亲 非常的棒 他教姐姐 教我姐姐 教我哥哥 教我 都有一点点的不同 都有一点不同 有些他会用一点竞争心理 鼓励你去奋斗 然后呢 等等 像我呢 因为我超级内向 我从小就是喜欢 在一个角落 自己思考东西 四岁五岁 我就开始思考很多东西 很奇怪 头大大的 你知道 但是呢 内向 然后母亲就说 孩子 你想不行 那怎样要把我引发到 能够敢于面对外境 所以他就推我去演讲 比赛 出了丑回来 比赛失败回来 妈妈都是给鼓励的 孩子 你要去死 他说 你可以很喜欢静 你可以爱静 但是你不能够 没有能力面对外面的世界 你要有能力 你可以不喜欢 但你有能力 所以后来到 我到现在为止 其实我还是内向 当我在山东里面 住着的时候 太开心了 人 最快乐就是 没有人管我 自己一个人 时间到了 去脱破 吃饱了 去打坐 这多好的日子 但是 今天面对你们 我也可以继续地 分享我的想法 可以很自由地 很自然地 在一大群人面前 自然地思考 很多人他一站上来 他不能思考 因为他紧张到 他不能在大众面前思考 没有这种能力 我以前也没有 这次妈妈这样子 推推推 鼓励鼓励鼓励 训练 穿一天 其实反正 有时候 我面对我的听众的时候 我思考得更敏锐 你叫我在房里想 要怎么讲 其实我想不出的 其实我也没准备 真的我没准备 我看到我的人群的时候 马上那个心放出去 感觉一下 感觉一下 很自然地心就会想 想讲什么 就很自然地流入 这种能力 其实是我非常地感谢 我母亲的那种栽培 从一个白根 非常内向的孩子 调教到内外都可以 要静可以静 要动可以动 我感谢 所以我看到我的堂哥 我的父母 没有做到这一点 虽然孩子还是很孝 很孝顺 我也没有 只是有点小埋怨 后来他们都是 对父母还是很尽心尽 还是我们那个家族 每个人都很有孝心的 这样 但是就可惜了 对吧 什么叫好 什么叫不好 所以有些时候 你看一个心 有些东西要扭转 有些东西没办法 扭转 比如说他就是喜欢寓术 你硬要做科学家 那也不好 对不对 逼不来的 有些时候有些个性 他就是那方面 那你就给他开发 只要是善的 只要他的潜质开发出来 你让他开发 好 那么哪一些孩子的层面 开发是OK的 哪一些是不OK的 不妥当的 在我们的角度 你要懂生命 你要懂生命 但有些东西 我讲的是科学 但是你听起来就是信仰 比如说我们知道生命 不只是看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五十年 一百年 不只是如此 这个是可以通过修行去印证 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就比较远 比如说我们看的是多生多世 这一世延续下一次 又是一个怎么样的结果 这是科学 百分之百的科学 就像你看天空有太阳有云 一模一样的肯定 这个东西我们也不要求别人相信 你如果要 你就要来验证 我们教你怎么验证 你自己开发你的能力去看 因为这是科学的东西 逼人家相信没有用 所以你可以保留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觉得 我可能可以抽出一些时间 我要验证 可以验证 好 这个但是你放一遍 不要紧的 可以保留 没关系的 没有说你走进来 你一定要跟我们的一样 这样子来相信 没有 自由 是不是的东西 我从来不会叫人家相信低行律 没有 低行律不需要相信 你愿意你做那个试验 有牛顿没牛顿 牛顿以前牛顿以后都一样 一样 科学自然界的现象 所以自然界的现象 我不要求你们相信 可以保留 好 问如何 我们要传达的是 当我们看的时候 如果是我看 我是看的是 生生世世 一直到解脱 提振涅槃 那是另一种 好 那我们可以把那个放一遍 我们就讲看远一点就好了 五十年 七十年 八十年 你一这样子看下去的时候 他会帮助你 把握现在 为自己把握现在 一个人能够为自己 把握现在的人 他就有能力引导他的孩子 怎么把握现在 如果你连自己把握现在的 智慧和能力都没有 那你怎么教你的孩子 把握现在 我告诉你 我生命里面有两个念头 决定了我怎么把握现在 第一个 是我十三十四岁的时候 有一天我就坐在 一个圆圆的 它上面是红色 plastic的 它那个椅子 突然间我就坐下来 突然间想 我长大了 还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人 你看啊 一个孩子 他的心 时间很短 很短 只想着玩 然后我那个时候 是very mischievous 就是很 胡闹 捣蛋 学业是一滴一流 是第一名的 那个 学业是最好的一个 第一名 人家很难过真 但是呢 心哥是超级 喜欢捣蛋 喜欢胡闹 喜欢捉弄同学 你知道 然后呢 喜欢骂厨话 喜欢骂厨话 而且骂厨话 超级有创造力的 我不骂人家骂的厨话 我骂人家没骂过的厨话 你知道这个孩子是没得救 但是学业超好 好 但是我有一天就想 这样子下去 感觉上 我这样子走下去 我会 我会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觉得有点恐怖 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加上很坏的性格 那你说会是什么结局 我一这样子一想 长大来做个怎么样的人 哇啦 突然间 自己心里的projection 投射 不可靠 然后呢 我就想 我要改变自己 要怎样改变 我的家庭教育 可以吗 妈妈还可以 我爸爸跟我讲 听广东话 人不畏己 天足地灭 当然这句话 没有什么错啦 你不爱护你自己 谁爱护你 你不守你自己的因果 谁保护你的因果 是不是 你毁你自己 遭到的恶因 你要受你的苦果 这句话本身没有 但是它被我们 讲出来的时候 有自私的成分 selfish 你知道吗 我爸爸讲的意思就是说 你最好照顾自己 别管人家死活 我妈妈跟我的爸爸 是完全不同的 你知道吗 这我们自然的 但是我们小孩子会判断 跟母亲 但后来我爸爸也学佛了 他的晚年都是修行 有学佛 有行善不实 都有 这个是后面的好的结局 我出家过后 我爸爸 我整个家属开始走向 走向善的一面 这是后来的事 但是当时是这样子 在我第一个念头 我一想 我长到一样 那个心 time 非常远一点 没有讲放到来世 只放到 长大了 二十多岁 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 我还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那想法就改变了 我就开始 读很多书 读那种 self-help books 什么这样 读很多 自己自我照顾自己 自我教育 很多名人的话 作优名 林肯 甘地 全部 全部哪里读 自己改变自己 一两年我就改变了 从我 remove from one的时候 十三十四岁 就这个想法 一年两年 我就跟同学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到我 form three 就成了佛学会主席 领导着form four和form five的人 然后到form four就成了head boy head perfect 就这样子领导着整个学校的学生 因为能力一下子 在一两年那个开发 关键在于 open up那个孩子 一个心 他的time frame 很mind limited 那个time frame 这个叫做成熟 成熟其实是我们心里的时空 打开 我们的心就成熟 不管是什么人 成人好 小孩也好 如果你想的东西很狭窄 其实就很不成熟 成熟的一个表现 它是心里的时间跟空间 打开 现在我刚刚讲的是时间 打空间就是我们除了人 还有什么可能 我能不能不要做人 当然觉得人就是弱肉强食 动物也弱肉强食 我说是不是生命一定是弱肉强食 我们后来经过修行的印证 佛陀的 印证了佛陀讲的东西 不是所有的世界都一定要弱肉强食 你可以有一个世界 是大家都好了 没有人不好的 你不用抢别人的东西 大家都拥有的 什么世界 天上的世界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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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是空间的打开 我们看到另一种possibility 所以有些人讲 师父你们说这个 叫我们不要杀生 杀生本来就是自然 我说这是人间和出生界的自然 但我可以不要这个自然 我们有选择权 选择更高的自然 那就不要了 空间打开了 我们的空间打开了 像我的伯母 他说 我看他讲 要怎么样修 有个人不做鬼做什么 人谁都不做鬼做什么 他的判断就是 人死了不做鬼做什么 就是要做鬼 我说这样 就算你有功德 你也很难不做鬼 因你的心理想着 我就只能去做鬼 所以你那个心已经 自己 limit了自己的路 以为只有做鬼 我说不是 对我们来说 我们有很多选择 所以这个是空间的打开 好 第二个问题在我心里升级的 是我大学第二年的时候 我开始修缠过后 其实我16岁就想要出家 但是那个时候我想 我应该50多岁退休过后 我才出家 但是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想 30年后 我看我今天所做的一切 我会不会满意 一起这个想法的时候 又是另一个时间的打开 30年后 我看我今天所做的选择 我会不会满意 所以当那个时候 一升级的时候 我自己去探索了 但我不是说 每一个人要跟我 一模一样的探索 不是的 你同样可以升级 那个念头 可能你会去 做一个政治家 可能去做一个商人 还是可能的 只是 只不过是我自己 因为修行的关系 我会探索 但是他给你的 是一个maturity 新的一种成熟 成熟 是一种 你看东西更远 所以如果我们 要还是成为一个 更把自己的潜质 开发出来的 我告诉你 起了这个念头 你去试验一下 不会是每一个人 来出家的 也不会对 因为因缘 缘起现象 就是他有 我们很尊重 就是不是要每个人 变成我 或者是变成你 变成父母 变成谁 我觉得这个 你试试看 这样子气教育孩子 一定不成功 我们教育孩子 是怎样让你 你现在是在 怎么样的情形之下 从你的 那个处境里面 迈向更好 就可以了 不要让每一个孩子 一样 那个孩子 一定会有一些孩子 承受不了 他会感觉到 被压迫 他的成长就 窒息了 不可能的 这个世界上 不可能全部人一样 全部人去当兵 不可能 全部人去做首相 不可能 全部人做艺术家 不可能 全部人做商人 没有人种田 不可能 全部人去种田 做农夫 不可能 他一定是一根 自然界里面 不会只有一种树 对不对 所以这是 所以我们不要 要这个榴莲树 长得像红毛丹 要红毛丹 长得像榴莲 那不可能 他每一种树 它有它的 特别 所以你种榴莲树的时候 你是根据这个榴莲 它需要 它怎样 它需要什么样的土质 它需要什么样的气候 什么样的setting 然后把它种得最好 如果你要种的是水稻 那你要在怎样的情形下 把水稻种得最好 一定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教孩子 也是根据我们对那个孩子的观察和常识 那你就可以帮他 只要他做得好 就可以开发 开发他的前置 是不是 但有一些东西 是共同的 比如说 正念 其实这个是正念 是一种生命的能力 能力 如实 看 保持明觉 不忘 醒觉的心 知道你在做什么 这种能力 特别是在有些人 emotional的时候 心情波动的时候 在深一层的时候 是对你的情绪 保持正念 情商 emotional intelligence 情商里面 不只是正念 还有慈悲喜者的那种训练 整套 还有如理作义 还有智慧的开发 一旦这些东西 一开发出来的时候 你发现到 我们的孩子 将更有能力 开发他自己的力量 那个时候 你已经不用说 我开发我孩子的力量 是我教了一个方法 让我的孩子 开发他自己的力量 正念 这个东西跟宗教没有关系 不要紧得 不要以为它是佛教专有的 不是 它是佛徒教出来的方法 都可以 试试看就好了 好不好 不是说只有佛教徒 还可以吃榴莲 对吗 Christian不可以吃榴莲 对吗 穆斯林也可以吃榴莲 吃出来效果 喜欢的就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 好就好不好 一样的 所以一样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心态 来看自然界的法则 现在我们是超越宗教 来讲 怎样让我们生命更好 因为我们讲的是科学 你试 试了就好了 你好就可以了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一样 你开发出那个力量 让孩子他自己能够发现他自己 当你看到很多时候 我们的potential是被压制是什么 我们的potential 我们的潜质被压制是我们自己 情绪啊 比如说 当你情绪的时候 你的potential不能出来 你的潜质不能出来 也没有发现到 那孩子也是一样的 他一生气的时候 他不能想的 你看平时perform很好 他考试也是可以考得很好的 他如果是要考试之前 你刺激他 给他很生气很生气 等一下那张paper就不容易考得好 为什么他的emotion呢 他没有那个驾议 他的情绪的那个能力 那如果是做父母的 给孩子这个 最生命中最宝贵的遗产 让他懂得不要被外面干扰 自己有能力 把自己的力量带得最好 拿出最好 那你看这是多好的事 你给孩子一个 自己开发自己的 潜质的那个科学方法 身心平衡 身体跟心怎样平衡 怎样把力量带出来 好 记得 现在我们讲的只是讲孩子 我告诉你们 这个可以用在我们 每个人自己身上 也可以用在老人家身上 有没有 有些人老了 他没有安全感 有没有 没有安全感 他就不敢讲 有些时候因为搬当 老了 我要去那里怎么办 对不对 那我们讲 我们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 怎样才知道好的孩子 把自己的potential 发挥到最好 好 把potential发挥到最好的时候 那个孩子会有一些什么特征 如果我们对好的特征都不清楚 我们就没办法怎样变成很好 我们如果对好的 有一些是common 它可以是 propensity 倾向 它的那个倾向 inclination 是比较内向外向 这些都没问题 内向的也可以是好的孩子 外向的也可以是好的孩子 喜欢玉树的也可以是好的孩子 喜欢科学的也可以是好的孩子 也可以是好的孩子 好动的也可以是好的孩子 喜欢近的也可以是好的孩子 这些都没有问题 它可以有individual的 但是它一定有一些共同的characteristics 你们觉得是什么 我们回到来 这个东西不是我定 还是你定 还是佛陀定 还是Jesus定 自然界法则决定的 那个才是真正的好的判断 怎样 为什么我们叫好的孩子 这个好由自然界的法则来决定 不是你定 我定 他定 不是父母定 不是孩子 自己定 自然界法则决定 我们讲的是好 是自然界法则里面的好 符合自然界法则的好 是怎样的 它因和果都好的 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孩子 他所做的所有的 现在所做的因 是好的 这个因成熟的时候 也是好的 那他的生命就好 不是我定义 我说好就好 我说好不好 所以才会有我爸的一套 我妈的一套 对不对 但是我妈的那一套 刚好跟自然界法则比较match 比如说感恩心 我们有感恩心 那个因 好不好 感恩的心美不美 你们自己看 当你有感恩心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孝心其实就是感恩心来的 对吧 孝心本身就是一种感恩心 父母亲把我们养大 我们有这种感恩心 而且在自然界的法则里面 一个会感恩的人 他很容易得到帮助 更加容易得到帮助 人家帮着他 会有觉得这个人值得帮 好 就凭着一个感恩心 你看你的孩子 如果他有感恩心 他就有孝心 而且他的人缘也会比较好 他会比较容易得到帮助 他的成功力就大大的加强 这谁决定的 是佛陀决定 你感恩就给你好的对待 感恩就让你的贵人 更喜欢靠近你 更愿意帮你 是佛陀决定的吗 是佛陀在那边 micro-manage你的life No 是natural law of course an effect 因为你那个感恩心 你问你自己 换个角度 你看到一个人很感恩 你帮着他 他会感恩 你帮着他 他更好 你就会想 这个人值得帮 你就想帮他 那自然的 这样的性格 就会attract到贵人 和别人 喜欢support你的成功 看到没有 单单一个感恩心而已 更不要讲慈爱 这些都是这样子的 还有各种各样的 勇气啊 courage啊 这些啊 还有很多good qualities 这些good qualities 是谁决定它是good qualities 是因果决定的 当然这个因果是怎样 你要prove吗 如果你要prove come and meditate 你就可以prove 什么cost 什么effect 什么cost 什么effect 那个是precise proving 但是general proving 你们也可以做 这是印证的 一般性的印证 你都可以做 可以看到 比较怎么样的人 他就会怎么样 你们也可以做 好不好 所以 你想要怎么样 这个我们讲的其实 还很长了 我也不想用太当的事件 但是总之就是好不好 当它一个好不好的问题 让大家想要了解的根深 就了解 思乱界的法则 然后呢 从中明白 OK 好 还有一样 是一个很重要的 佛陀活出来的 生命的欲速是 佛陀没有用这个字眼啊 但是我就 总结成一个 我们很容易 明白了一句话 就是我们生活中 就是动跟进嘛 做和不做 action or inaction 对不对 我们对整个世界的反应 就是action or inaction 就是这样 不然就是你什么都不要做 不然你就是做 就是两种可能嘛 好 让一切变得更好 或不更糟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生命的想法 所以我们人 自己会有很多很多智慧 让我们知道 比如我们人生的经验 我们处事的经验 我们做生意的经验 生活的经验 帮人的经验 跟人家相处的经验 都会增强我们的判断力 判断我这样子做会更好 还是不是更糟 我们可能犯一下子错误 但不可能永远犯错 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很多 也是做父母的 用这个方法教 孩子都长大了 到了那个叛逆期 你还是用同样的方法 这样子教他 你教他 五岁到十岁的时候 他教的方法 到了他 十三岁到十八岁的时候 你还是用一模一样的方法 教他 有没有 有人的父母是这样 这个就是没有观察 那个情况的改变 所以有些时候 你现在观察 他长大了 我不能够用以前那个方法 讲他了 我要换一个方式了 那就会调整 但是有些父母是 同样的错的方法 错了二十年三十年 不改 那就是 没有活住这句话 没有调整 没有灵活调整 看到孩子不同了 他长大了 他在叛逆期了 他成长很久 更有智慧了 就不一样 像我母亲对我是不一样的 他一发现到 孩子 识别能力 比父母亲更强的时候 他开始用另一个方法 对待我了 孩子一直都很有帮助 我们姐弟 有什么问题 还是跟妈妈讲 其实他有时候 他已经没有能力 知道我们的问题 我们那个层次 已经不一样了 但是为什么 我们还是会 很愿意跟妈妈谈 因为我妈妈 始终有一种智慧 是很少人有的 很多人就在那边 闹 对啊 不对啊 你对我对 你对我错 我母亲不是这样子的 她如果是听了 孩子诉苦 诉苦 讲 他就问一句话 广东话 那现在该怎么办 他马上把 problem minded的心 转成solution minded 马上 是讲再多也没用 怎么解决问题 他关心的是这个 不知不觉 你就是说 其实他也没有给你solution 他没有给我答案 但是因为他问的 这个问题是 他把你的心 block一下 把problem minded的心 转成solution minded 现在我该怎么办 你可以怎么办 他其实是 一句话就让我们 打回去 自己去找答案 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这方法 所以我们还是觉得 很受用 虽然妈妈也不了解 我的问题 但是他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每次很踏实的 把注意力 导向solution minded 就不一样了 所以 那个妈妈 虽然她没有跟着 我们的知识的成长 但她的情商 到了甚至时 都还是引导着 一个知识能力 超越她的孩子 这是一点 还有一个心态 如果你能够 传达给你的孩子 你会发现到 你的生命会更好 你的孩子的生命更好 这个形态 就是让别人 因为遇到我而更好 让你因为遇到我而更好 让母亲 父亲 有我这个孩子 而更好 然后呢 让父母亲 生下我这个孩子 有我 而成为一个 更快乐的父母 如果每一个人都学会 用这种生命来过生活 这个世界就很不一样 家庭也不一样 我们当时 第一次我们去到 尼泊尔开道场 我们尼泊尔 雪山那边 有一个道场 禅修中心 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有障碍的 因为我们外国人 要在人家的地方 地盘要建起东西 是有一些阻碍 一些障碍 我想不要紧 我们忍一忍 然后呢 我就跟我们的 几个团队的成员说 记得 我们要有一个 这样的原则 就是我们走到哪里 我们让我们的到来 让整个村落都更好 现在我们就融进去了 整个村落 已经非常珍惜我们 以后你去我们 雪山道场 你试试看 在村里面 你走一下 你会发现到 他们对于这些 这个残酷中心的客人 他们都会很欢喜 很欢迎 很喜欢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原则 就是 让我到来了 替我们做工的员工 也会更好 每个人因为 遇到我们更好 孩子 学生 老师 都会因为我们 而更好 整个村落 因为我们更好 那个路有什么不好 我们也帮我修一修 大家也有一个 好的路走 那个水流得很猛 那个像大雨来的时候 变成瀑布 那个地方 是过不去的 我们弄了几个 放了几个水 大大水 大大的 然后水可以流走 然后上面扑阳灰 就可以车 可以从上面走过去 现在他们看到 很高兴 做得好好 因为这个道场在这里 而更好 后来听说 我们那个 好几个村落开会 整个村落的首领 记在一起 在我们那个 村落开会的时候 他们也会讲 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村里 有一群这样的修行人 所以本来 我们去到那个村落 是有阻碍的 有障碍的 现在村里的人 都是很珍惜 我们的存在 因为我们的理念 是让我来了 让你们 因为我的到来 要更好 让我们这群人 的到来 更好 所以如果你们 父母能够 传这样的讯息 和这样的生命哲学 给孩子 我告诉你 你的孩子 走到哪里 就算有什么障碍 也会 有能力可复 贵人会越来越多 生命贵人越来越多 善缘越来越多 生命就好 这样子 所以一动或一击 让一些变得更好 或不更糟 然后呢 让别人 因为遇到我 而更好 更有慈悲 更有正念 更有智慧 更有能力 更有勇气 更有界定会 等等 总之 这样子的话 你的生命 先让自己的生命 亮起来 然后呢 再让你的孩子 亮起来 也让你们的父母亲 你的亲人 你的朋友 因为你的改变 你的成长 你的提升 而亮起来 但不要去改人家 自己亮起来了 你别问 自然界 它就会有一种 辐射效果的 OK 好 先解释一下了 你们自由 在我们的传统里面 做什么 是自愿的 当你理解 的时候 你自愿的做 才有意思 如果你还觉得 心里面还不熟悉 还有一点 尊重 不要逼自己 知道吧 所以这个东西 我会要解释给你听 我们通常 在佛教里面 没有去逼你们 你要怎样 你要顶礼 你要什么 没有这个意思 如果是有一些 别的宗教 或者是无神伦者的朋友 进来想要了解 那你不一定要跟着 我们佛教的仪式 我们也是一样的 以朋友的心对待你 所以我希望大家 明白这一点 因为真正来讲 思想一定是自由 当我们的思想 没有一个自由的选择的时候 自由的发挥 你是看不到生命的真相 所以我们不会说 用一种什么方法 而让你减少你的思想自由 这样子的话 你更加难得到法 是这样子的 所以自由发挥 那现在是因为我们带一个 有些大家也熟悉的 一个叫回向的一个仪式 那你给你们了解 如果你觉得了解的不够 你要保留就保留些 好吧 不要有违和感 不要有那种 勉强不要紧的 然后回向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是一个善能量的传播 善能量的传播 因为什么叫善能量 当我们做布施 这是一个善能量 当我们守戒 这是一个善能量 当我们生起一个善念 是善能量 生起一个智慧的想法 也是善能量 那么在我们的理解里面 说法 说法的整个过程中 当我们在分享法的时候 分享一种智慧的时候 我们的心肯定是在善的状态 所以我们肯定也有理解 这个说法的善能量 然后听的人 如果你听了过后 因为你的理解 对生命的理解 比如说对教孩子的理解 对照顾老人的理解 对过生活的理解 有增长了 这个是什么 这是智慧的增长 知识的增长 智慧的增长 这也是很有力量的善能量 所以当我们有善能量的时候 我们做两件事 一个是把这个善能量分享出去 怎样分享 这个是有科学原理的 如果你手上 每个人的心里都一个蜡烛 都有一个烛火 然后我用我的蜡烛点亮了 传给你 你点亮 我的蜡烛火有没有减少 没有 你的蜡烛火点亮了 对不对 一样 所以回向就是 我邀请你随喜 其实有一些看得到的众生 有一些看不到的众生 我们都邀请 邀请了 然后随喜 那随喜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效果 你问你自己的心 以后如果你修的时候 甚至还可以看你的心 你的心因为一随喜 哇 你对那个很好 就是你觉得这个人有感恩心 这个人有智慧 这个人有美德 你一心一随喜 其实你的心把那个impression 印在你的心里 而且是清净的 是贴的 相应的 这种东西在心里会产生什么作用 你的心就会引发自己的那股力量 就好像那个膜一样 那个膜 那个 这样 它会印 它会传播 所以越多人随喜 这个传播效果就越好 这个是有科学原理的 以后你们修观察的时候 可以自己看自己的心 随喜的时候 你心生起什么样的状态 它起什么作用 怎么因 带来怎么果 这个都不是信仰 这是科学 心的科学 好 那么呢 我们就会回向 然后呢 我们也互相随喜 你们可以随喜 师父给你们分享法 然后也可以随喜 我们也随喜你们做的 三行啊 我们也杀鹿啊 供养啊 其实我们是代表僧团 大家 你们供养什么 我们都是随喜你们的善 那么呢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有回向功德 有随喜功德 OK 好 这是我们做了好事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一件事 就是回向 邀请 让那个善传播 那第二个事情呢 就是发愿 因为一个人呢 如果你的wish list 你做了很多wish 我要东西 但是你没有本钱 其实是你不能够 辅费你的wish 辅费wish 要有力量去辅费 去设限那个愿望 那功德 就是让我们设限 愿望的力量 明白吗 所以当我们 如果一个人 他做了好事 他没有发愿 会怎么样 你愿就是 随便成熟了 就要拿那个种子 乱撒一轮 撒堆的泥土堆 它就涨了 但是如果你有wish we all wish 他就会把那个能量 导向对的地方成熟 那么呢 我们要导向哪里 因为看到有些人 生活很好 很好 富裕的时候 他可能就放异了 可能就骄傲了 可能就欺负人了 也有 其实有这些人 都是有功德的 但有些时候就忘记了 但是如果有些人 你看了 他又有能力 又有power 又有财富 但是呢 他会用他的力量 去做更多好的事 然后呢 去帮助人 传法等等 这是因为 他行善的时候呢 他们通常 那个心有right inclination 所以那个时候 你的功德 跟你的wish 黏在一起 就好像那个 你的check-in luggage 里面有一个tack 对不对 那个tack 那个tack就是带你的luggage 去到你要去的 那个地方 一样 我们的wish 是这样 所以我们有了功德 我们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wish 一个是sharing of marriage 好不好 那现在我们去做这个 你可以试试看 看你的心怎么样做 操作 好 如果这个东西 自愿 好不好 不要勉强 当你觉得好 那就好了 然后我们通常会wish 希望这个帮助我 进一步的消除烦恼 烦恼心啊 不散的心啊 让我们不快乐的心啊 消除 然后呢 让我们的心导向 我们讲涅槃啊 佛教 你不懂涅槃标准 你要知道 它代表着一种 清静的快乐 就可以了 你这样子想就可以了 清静的快乐 然后过后 这个回向也是一种功德 发愿也是一种功德 我们再次把这个 我们再把功德 跟一切众生分享 这样子了 好吗 你们可以的 就跟没有 就静静的观察 也没关系的 那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世界 好吧 好 让我断一切烦恼 断一切苦因 愿这些功德 成为我 正悟涅槃 清净的快乐 的住缘 因为涅槃不能创造的 你只能够 像过河这样 你不能够说 创造那个河的对岸 你只能够给一个船 让你到河的对岸 是这样子的意思 对岸不是创造出来的 涅槃也不是创造出来的 所以我们叫住缘 因缘 它就是那个东西 比如说 你那个种子长成 长着一棵大树 那个是因缘 住缘是那个条件 这样子 好 我把我的功德 以一切众生分享 愿你一切众生 平等地得到我的功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